OK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这个三国纱面纱的视频啊 对 三国纱标准版面纱 非常的厉害啊 官方正版 安全 绿色 快乐 非常快乐的一个版本 非常原始的一个版本啊 孟茴童年的版本 其他部族都在那里晒什么典藏版 什么豪华版 什么玩意花里无哨的礼品 官方给的礼品 我没有 可能是因为我不够排面吧 我只有这么一盒 扎实 对 一盒非常普通 朴实无花的三国纱标准版 非常开心 OK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 朴实无花的拆箱 对 先细细沉 然后脱塑料皮 好像不一定的拆下来 好 扭逼了 扭逼了 我们慢慢的将它打开 OK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桃子 一个刘备啊 非常有童年怀旧的这个感觉啊 我们把它拆开 好的 我们继续拆五将卡 非常的丝滑 还有一副 看到没有这个细腻的手法 连这个皮啊 都是完整 脱脱下来的 OK 拆完之后 我们直接开始进行一把面纱 现在我们开始选将 对 下面 我要选一个武将 看看哪个武将与我有缘呢 就是它 我命中注定的一张武将牌 没错 陆迅 陆生 这就是它与我的羁绊 你们也不要不服 现在轮到我的对手 抽一张武将牌 看它能抽到哪张呢 吕布 一个非常扎实的武将 但是面对我的陆迅 还是稍微差了一个档次的 对 它的血量是四级血 非常的恐怖啊 OK 现在我们开始抽这个骑士手牌啊 对 一个人四张 谁先开始 我先开始吗 那行 我先抽一张 挂一个八卧阵 我操啊 我这有什么用啊 我这 冠人符 一张杀 直接杀你 我操 不跟你嘻嘻哈哈的 一个人闪 直接 我直接冠人符两个桃子 我操 对 哎 路程掉了 我操 不能掉啊 然后牌不是万能的 但没牌是万万不能的 我摸一张 呃 开场桃源决议 直接给你回血 没关系 我操 我直接为了连营 然后过个拆桥 我操 我操 拆掉一张啊 对 继续摸 决斗 这就是路神的能力啊 路神的能力 顺手先扬 继续顺 过过过过了 哇 我操 呵呵 直接我摸牌 我操 我抽到这什么呀 直接青红镇 哇操我青红镇掉了 那叫青红镇 我操我 我的青 青红镇 卧槽 不叫青红镇 叫青红镇 青红镇 对 直接直接结束 这么拉吗 顺手先扬 杀你 卧槽 掉血疤 路神就压着打 对 我修闪电呢 我呢 那你会和摸牌了 直接两张无人生有 这么厉害 我去 直接杀你一张 真的掉血了 但是我 哎 哦 八广镇不能用 八广镇直接青红镇发动 厉害了 这头 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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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结束 可以 知道存牌啊 那我们 直接杀了 卧槽 卧槽 吃一个桃子 过 你没了 直接过河拆桥 丑牌 可以 拆掉这张 帮我连营了 哇擦 这桃子 非常扎实 三滴血 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一个慢性自杀 直接结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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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先乐不思索啊 先乐不思索 对 没有用 是为什么没有用 我的运气非常好 啊 没有用 杀你 这无中生有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我先摸一张 然后再摸两张 什么鬼 什么摸一张 再摸两张 然后这时候 闪电 卧槽 过过先过 这没办法 乐不思索 先乐不思索啊 乐中了 我操 摸两张 七到两张 大得一 直接两张 七到杀人 闪电 没有批重 这个就是运气 对 运气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连营了 先装一张简一码 乐不思索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挂一张 诸葛莲弩 什么鬼 摸牌 直接卡闪 很蛋疼 过 判定 先判乐不思索 对 后贴先判 乐中 卧槽 再判闪电 没有 没有关系 再摸牌 反正乐中 啊对 这我不能被小年劈死吧 讲道理不能被吧 这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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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死了吗 不摸住了